叫user 是吧 叫user 的话就叫 也加前缀 secure flight b-a-l 然后user 对吧 这个同样的也要继承 继承哪个 继承咱们前面封装好的 circulate base 集成这个类 这是我们封装的G类 对吧 这样的话就生成了 这里边有几个方法 是必须要钱的 对吧 然后构造函数我们也要有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个抽象类 我们在里边是不是定义了两个方法 要在这个继承的这个 字类里边实现啊 对不对 一个是 代表 还有按的tk 这个组件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find model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可以先为空 先不管它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 有了这个类了 有了这个类了 然后下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去把这个表也给建好 我们有了实体类 根据我们的规划 规划好实体类之后就可以建表了 我们建表呢 呃 我在这里边是用的这个satellite developer 这个工具 用它来建表 这个工具呢 用来建表 还是比较好使 我们在这里边呢 创建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的名字呢 叫咱们这个叫go-bass go-base 上面那个是路径 我们这个 这个复制 算了 算了 这个还是手条 这个是选路径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直接建到桌面算 直接放到桌面上 然后里边的其他一些选项 暂时可以不管的 直接点确定 之后呢 就有了这么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要建一个表 新建表 是吧 因为用这个可视化的工件表 还是比较方便 表名叫user 是吧 然后字段 要有哪几个啊 要有一个根据咱们刚才的这个 应该有这几个字段吧 id name 然后生成日期 是吧 添加日期 还有状态 我们把它给建议 要有一个user id 这个数据类型呢 id我们就用int类型就可以 用int类型 然后这个长度 这些我们先不定的 然后这个user id 要把它定义成主件 对吧 是唯一的主件 然后我们继续要再 这个user id 建好了 我们要再填一个 再插入一个几段 哦 这个顺序 这个数据类型 我们用achime 类型 这个呢 类型 啊 它的这个长度呢 我们的姓名一般 定个10就行了 不会再长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几个都应该为 非空 我们要选上 不能让它不填 非空这个选页 也要有 然后再 哦 这个是下雨 把它下雨一个 我们顺序 要给它调对 再填一个 该这个create 对 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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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类型呢 是date time 类型 对吧 这里有了 长度 我们不用定义 然后这个也是非空 顺序 再往下调一个 然后再插入一个 该状态了 是不是 状态的话也是因此类型的 然后这个也是非空 然后我们把它给执行一下 好这个表就垫进去了 然后我们还要把它给设置为自增长 但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Satellite这个工具呢 它的这个自增长本来是这个 应该是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但是它现在是灰色的 不过这个没关系 这个我们可以在它生成的这个数据库的代码里边 我们自己的在手动书写代码也没问题 我们先不打勾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点击提交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看到新生成了一张表 生成了之后呢 我们主要用这个工具是干嘛呢 主要是为了让它生成 数据库的这个脚本 看到这个没有 主要是这个 对吧 我们得到这个脚本之后 可以直接在这个复制到我们的代码里边使用 这样的话就不用完全的手敲了 因为你现在这个字段少了还好 说 对吧 字段一旦很多 这样手敲一个一个手敲代码 很慢是起义 另外一个就比较容易敲错出错 好吧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先设计好这个表 设计好之后 把它这个脚本给复制出来 好吧 我们把这个复制出来之后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边 要干嘛呢 我们为了 反射 我们的这个 类 在里边自动执行它的方法 为了这个目的呢 我们就要再去 我们的base 然后circulate help里边 我们又要去定义一个接口了 这个接口是什么接口呢 应该就是表的创建和修改吧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再定义一个接口 public 然后呢 interface 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 就叫 就叫 circulate circulate data table 这个接口就叫 circulate data table 应该是data cl 之后呢 之后呢 我们要在里边声明两个接口 这个接口分别是 public 患尺 啊 u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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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u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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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要担订一个单数 把当前它的这个数据库的对象给拆进来 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 去哪建立这个表 去哪个数据库里建立这个表 然后再弄一个修改 修改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我这里边既然用大写了 我就统一都用大写了 咱们自己在编程的时候 还是用用那个小写 这样比较符合家的这个规范 然后这个参数也 需要对吧 修改这个数据库里边的表 这样的话我们定义了一个接口 定义了这个接口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Circulite DL Base这个类 我们在这个类里边 导入它的这个接口 对吧 但是导入了之后 我们不实现 对不对 因为我这是个抽象链 我可以不实现 谁继承我这个Circulite DL Base 谁就去实现这个接口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边已经红了吧 是不是 在提示我们要实现这个接口 这样的话 我们就强制实现它的这个两个接口了 我们把我们生成 数据库表的这个代码 放到这里边 这个代码呢 因为我先前这边有 我就直接给复制过来用了 我就把以前我已经有的 我给复制过来 Circulite 在这里边 我给复制过来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这个数据库的代码呀 其实就是咱们这里边这个代码 对吧 稍微还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边是用的英特的 其实都一样 基本上差不多 我们刚才为了一样 为了相同把这个英特也改成英特了 他们两个 反正都是英特类型 基本上差不多 我们也改成英特了 为了跟他统计 我们再看还有什么不一样 对了 就是这点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主 我们都知道数据库主件一般都会 你如果是这种英特类型的话 都会把它给设置设成自增长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可能那个更新了这个工具 之后 现在这个他不让我打勾了 我们这里边既然不能打勾 他不能生成 我们就自己在这里边 手动加一哈 先前他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 有这个是主件的这个声明 对吧 有这主件的声明 PK 还有一个不能为空 咱们在 这儿又加了一个 对吧 咱们又加了一个 Auto Auto Increment 就是自动增加嘛 对不对 把这个加上之后 你这个每次插入的时候 就会自动往上加一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表的脚本就放到这个 Uncreate的方法里边 对吧 在生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动态的去调用了 在调用之前 那我们干脆还是把这个CircleGL User这个类给封装全 封装好 我们都要有什么方法呢 呃 肯定一个数据户表的基本操作就是增删改查 对不对 我们一个一个来封装 首先来封装一个插入方法吧 登 对吧 public 这个值呢 就返回 一个布尔值 返回就是插入成功没有 对吧 这个方法叫insert user 然后传进来的这个类 插入 插入一个用户传进来 要传什么参数啊 对不对 传咱们刚才定义好那个表的实体类就可以了吧 这个实体类 这个实体类在这儿 user 哦 这个名字 不太规范 我们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少加了一个model 也我们把前缀也给加上 这样的话 引用的话就很方便 直接打model就可以了 更新一下 好 这样的话引用就出来了 对吧 model pmodel 好 插入要怎么做呢 要有一个 用一个 还记得说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那个 参数吧 都用 contentview 插入的时候 用contentview 请放吧 是不是 我们怎么做呢 content view view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哈系表 对吧 一个k 变质对的这个映射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 最好这里边封装一个方法出来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参数 称成这个参数 有 很多地方要用 不光是这个 不光是插入 一会修改也要用 所以为了不写重复代码 我们把它给 直接封装成一个方法 这方法叫什么呢 这方法叫 public 返回式就是这个 contentview 叫生成参数吧 C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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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e Path 生成参数 传进来的值呢 是咱们的model 是咱们的 打到这儿 model user 是吧 然后就叫p 下滑线 叫进缝吧 把信息 我们要传进来参数了 然后在这里边 用出来一个 contentview 对一下 下滑线 这里边呢 我也不一个一个敲了 这样比较慢 我也直接复制过来算了 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很容易看的 叫什么呢 这个 对吧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里边 估计有些地方要改一下 get username 咱这里边 现在已经是小小了 是 然后 日期 对吧 这里边呢 报了一个错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 datetools 这一看 应该是个日期的工具类吧 对不对 我看我这里边还没有 有 估计要引用吧 应该是 还不是引用 我看一下啊 这是那个代码 我看这里边有没有 现在咱们还没有 utility工具类 对吧 这时候咱们新建一个吧 把这个 把它这个工具类也给引进来 rootility r u t i l i t i 工具类 因为咱们的这个 在一个项目里边啊 在做一些操作呀 比如说什么日期转换呢 或者反射之类的 这些很复杂的操作